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看这个94条 94条就继续在讲这个,看起来是硕脉的这个状况 其实可能是又虚而又干燥引起的 所以他就说,当然这里他94条本身呢并没有讲到干燥的问题 他会说,你看啊,如果你拔到一个病人,他的脉跳得很快 他说,跳得快就是有热,对不对 所以照理说是,会很能吃啊 可是呢,你给他,他想吃东西你给他了,吃了又吐 他又说,这是因为这个人发汗发太多了 所以这个人的阳气为格气虚 就他的这个中上胶的部位的能量呢,都不够了 他说因为虚了,所以才会卖朔 因为气不够,所以这个代糖反应的这个脉就跳得非常的快 所以他就说,这个硕脉是不是你的元气在硕 是因为虚所以硕 那这样子的一种硕脉造成的假的热项 并不能够消骨 也就是说,当然这个地方 跳得硕的卖,这个一定是精益有所损伤啊 有一点阴虚夹杂在里面 所以他会有热,但是他不能够帮你消化 所以胃中虚了,故吐也要 因此虽然这个人会想吃东西 但是还是没有元气 吃了之后会吐 而这一条呢 在我们今天的临床上面 要怎么样来读取它的意义呢 我想 我们如果面对一个病人 他可能是麻黄汤症 青龙汤症 桂枝汤症 葛根汤症 于是我们就给了他一些发表的药 让他出出汗 把感冒医好 可是呢 当我们用发汗法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精益跟元气 是一定会有所损伤的 所以当然我们说发汗法 他到底会伤到哪里的精益跟元气 我们说是不一定 对不对 可能直接伤到所谓的新阳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也有可能会动摇到 我们脾胃中焦的这个元气 而当他动到我们脾胃中焦的元气 人虚了之后呢 就有可能发了汗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一堆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或怎么样 这样的状况 我们今日临床是在面对老人家感冒 或者是体质比较虚的人感冒的时候呢 是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的 就像前一阵子好像报纸也在报道说 好像有一些老人家感冒三四两三天以后 觉得他好像感冒好转了 可是到了一个礼拜多 忽然之间好像病发症 什么肺发炎了 什么肾脏怎么样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转规 就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这个人他在感冒的过程面 他的元气也在一直消耗 然后消耗到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的时候 他的抵抗力变得更差了 于是接下来下一波的什么发炎啊 什么病发症变得不能收拾 而临床上面如果是经方家 近代的经方家 在面对这样子比较虚的人 或者比较年纪大的人的时候啊 往往就是会开出那种类似 什么贵之理中康和方之类的药来发汗 就是他知道这个人他发了汗之后 比如说这个他本来就是嘴唇啊 发黑或者嘴唇惨白 或者是把脉的时候 我觉得他脾胃脉好像已经本来就没理了 这样的时候当你要用发汗法的时候 你或者在那个之前就 就加好顾护脾胃的药 不然的话就是发完汗之后 马上就吃调补脾胃的药来补强它 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说 发汗之后可能人会胜虚对不对 所以大杏龙汤用完之后 常常就接着用蒸五汤 麻黄汤用完常常接着用蒸五汤 那或者是发汗之后会心悸的对不对 马上就生卖散啦 桂枝干草汤啦 马上就打顶上来 所以这同样的发汗之后 这个脾胃中胶会有消化功能的失调 也可以算得上是临床上的常见 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遇到一个比较虚的病人 就是这些这些状况 我们都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才不会说看到他病转归 有些转变的时候 手忙脚乱 就是这种事情倒是不能够迷信 众警方什么一记之二记 就是众警方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会有副作用的 正是因为有这些副作用 才会有那么多后代的医家 发明一些比较温和的感冒药 就是为了要能够跳跳柜子 跳跳麻黄 就像有的时候 你看老人如果是老人家感冒 你要开麻黄汤 有的时候还不如给他吃什么 十方的什么僧苏饮啊 什么穷苏散之类的 就是虽然好的慢一点 但至少在体质上面 他受到的冲击比较小 像这样的思路都是一直存在 那如果我们坚持要用金方 就是要速战速决的话 那就是一铁金方感冒药发了汗之后 接下去的顾护 顾护一个人元气的药 或者怎么样的东西 我们要做一个准备 而这个准备呢 从93条到94条 其实他就已经暗示了一些汤记的可能性 当一个人又虚又干燥的时候 他有可能寒化 可能热化 他有可能很容易吐 也就是说当你发完汗之后 这个人吃饭都会要吐 然后麦也没有什么特征 因为人虚的话麦的时候就跳得快 就这样子 那你就要开始去观察了 他到底这个情况下 是寒底还是热底 而张农景给的辩证点 在这边同学就要在临床上活用 比如他发完汗 人很虚 然后呢 一吃的东西就会吐 那你就把他的麦 如果他的麦是硕麦 然后呢 麦不重要 因为麦大概都是硕麦了 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病人呢 他是 开始觉得燥热 不想盖棉被 穿不住衣服 那你可能就要想说 这个人是他的灶已经开始发热了 所以先把那个热吸掉 让他身体平复下来比较要紧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张农景说的 调味陈气汤 张农景丁床上 比较多的比例是用调味陈气汤 不过 这是以汗潮人的体质而论的 因为汗潮人体质比较阴虚 而我们今日的临床 在面对到发汗之后 肿农后一诊 如果你要关注的就是 所以一个发了汗的人 我们要问他怎么样 有没有心悸 对不对 如果心悸再加烦躁 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对不对 什么福林寺蜜汤啦 或者是心悸的话 心悸本身的话 贵之甘烤汤就可以 然后如果他的症状是吐的话 那你要看一看 他是 李中汤症啦 还是 无珠于汤症啦 无珠于汤就吃完 就吐啊 但那个 李中汤跟无珠于汤怎么分啊 其实 如果是吐的话 比较可能会偏到 无珠于汤这边 当然如果是朝时目吐的话 是太虚的 那个是李中汤啦 那如果是吃完之后 立刻就吐 然后他的汗底的状态 就是没有那个 麦比较沉啊 或者比较咸啊 那这个没有热相的麦的时候 那或许是无珠于汤 那我们之后就会遇到这些这些汤 李中汤跟无珠于汤 我们都还没有正式教啊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发完汗之后的种种可能性 如果是在消化系统的话 大概 大概是要有这些清理准备啊 或者是会变虚寒 或者是会热化 这两种都有可能 然后呢 7-95条 他说太阳病过经11月日 所以这个太阳病啊 已经病到 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个病已经开始 变得有点暧昧了 可能不是那么的像太阳病 然后呢 这个人有一串的症状 他说这个人的症状是 瘟瘟欲吐 这个瘟瘟啊 古时候的住家都说 这个瘟瘟就当他是树心糖的孕孕好了 就是好像生闷气生闷气 就是胸中闷乱 甚至为孕孕或者温温 然后呢 想吐 然后胸中痛啊 就是胸口里面觉得 有痛的感觉 而他的大便是比较稀的 他的肚子是胀胀的 就好像什么东西消化不掉 那种感觉 然后郁郁为凡 就这个人好像有一点 好像气有点被闷住一样 然后觉得也烦了 就郁郁为凡 大柴虎汤症也有 而张宋锦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就要先问一件事 为什么要问 因为这个症状 如果不另外加上张宋锦猜测的那个条件的话 他就会变成小柴虎汤的主症狂 这个主症狂其实有一点像是 窃心汤的主症狂 会有一点像是柴虎汤的主症狂 所以一般我们临床上的判断 就直接把这个人算到谢心汤症 或者柴虎汤症的几率是蛮高的 可是呢 我们在读张宋锦的书的时候 大概都会常常看到张宋锦有一种笔法 就是好像写陷阱级的笔法 他这个写一个 看起来是什么状况的那个 他写一个看起来是什么状况的一个线索之后呢 他就又告诉你说 对不起 我们把冷气看能不能把它关 这个 这个张宋锦呢 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呢 常常会喜欢耍这种陷阱题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他会写个东西让你觉得 好像是要用这个汤吧 然后他才告诉你说 其实不是啊 它是什么汤 所以这种 其实在我们看 以一个读学习者的角度 看张宋锦的这种笔法的时候 如果是我的话 看到今天已经觉得有点烦了 因为我是那种 名侦探柯南一次不能看超过一几的那种人 因为我觉得太多了 就觉得一天到晚在推理很累 但是呢 就他这样子一种思路啊 就是好像让你当一个身体的小侦探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是这样 而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 他的写作第一件事是 要让读者觉得 我们看到了柴湖汤的主症狂 可是呢 他就说 如果问到有一件事发生的话 这个东西不是柴湖症 这个东西是调味成吉汤症 而 发生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呢 是先其时自急吐下者 这个急的话就是守法用尽 也就是这个病人啊 如果 在给你看之前啊 已经是家里面觉得 吐了就会好 然后吐 然后没好 那再吐 然后再吐 然后吐到不行了 就觉得说 那不然我们用下法好了 下了就会好 然后下了 再下再下 然后下到 这个病人快要死笑笑 然后再送到这边来 然后他有这一串症 如果是这样子的病人的话 当然你就是说 这不是柴湖汤症 这个是调味成吉汤症 而过去的中医 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不是那么多 比较会说 啊 因为大吐大吓 又是八豆剂 所以身体里面 全部都是虚而造热之气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要把那个热气吸掉 所以吸掉那个热气 是调味成吉汤 那我觉得西医这边 给的说法也不错 就经过这一番折腾 它的胃都是红肿的 那要退那个红肿 必须用良药 先把红肿退掉 才能够好 那或者你如果用西医的说法的话 就是说 会有这种胸中痛 然后想吐 或者真的吐了 然后这种烦闷不安的感觉的时候 在这一个故事里面 他的状况是 这个人胃有一点歪掉 就是他的胃啊 因为这个强力的刺激 胃质已经有一点不对了 有点跑掉了 所以你必须让这个红肿的胃 缩回原形之后 他比较能够再放回他该放的位置 那个感觉才会消失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来说 同学大概都听得出来 这个故事是不会牵涉到少阳区块的 对不对 跟少阳区块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他即使啊 有闷啊 烦啊 胸口邪热 什么扯痛啊 这些东西都有了 他张总锦说 如果弹欲傲 胸中痛 围堂者 就是有一点点拉肚子 因为之前用过泄药之后 可能还继续有点 还是还会拉嘛 他说这不是柴虎症 所以那他前面张总锦有写说 给调味成器汤那件事 张总锦后面有写一句说 若不而者不可与之 为什么 因为张总锦在讲的是 这不是一个主症筐 就是真正我们的判断点 是因为之前知道他急吐下 所以才能够判断 他的调味成器汤症 这个东西本身不是一个 可以单独存在的主症筐 所以他如果之前不是用过 很激烈的吐发跟下发 搞成这样的话 那光是看这些症状 我们也不敢看调味成器汤的 就张总锦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看起来像财乎症 可能比潮乎症多一个拉肚子而已 他说 所以然者呢 以欧固之急吐下人 这句话其实 转得有点险哦 他说 他这个病人 因为他现在正在 还是一直有想吐的感觉吧 所以我们会猜到说 他之前可能用过很严重的吐发跟下发 所以现在还在一直吐 但这句话其实 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 纯粹的财乎痘症 也有可能会吐啊 所以 不能说 只因为他吐 我就知道他不是财乎痘症 不能这样子来 推倒这个逻辑的 所以 真正的 这句话里面有意义的 比较是之前我们调查到 他有受过这些这些治疗方法 所以现在 我们 才能够判断 他是比较适合 用调味陈希糖的 大概从这样子的理路去理解是 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就是从一个 脾胃 脾胃区块啊 中上叫这个干燥 到底是转热 还是转寒 这样的可能性 说起 那他后来讲出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当这个人是用热药去下过 然后又吐得很厉害之后 他可能会有这种 消化器官冲血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呢 要用到调味陈希糖 因为所谓的含药 就是把这些 有冲血 有发热的地方 让他镇定下来 血收掉 所以 这样的一个例外的状况 也跟我们讲一下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临床 要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想是比较罕见的 所以同学就是把一些 基本的原理原则 理解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的 这个症状来讲 当然是不容易遇到 但是前面讲的这个 可能发汗之后 因为经益虚损的一些 症状的转规 在今天的临床 还是有意义的 然后接下来呢 969798的 我们就来讲 底当汤 在讲调文之前 先跟同学把底当汤 跟陶和尘气汤 它的这个作用 做一个对比 陶和尘气汤 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说 它是一个调味尘气汤底的方子 也就是说 陶和尘气汤 它是以泄热为主的方子 因此呢 可能底当汤症 或者是陶和尘气汤症 那个人都是腹部有压痛的 都是性格上是狂躁 发狂乱骂人的之类的 但是即使他狂的程度一样 他的病激的配比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陶和尘气汤 它破血的药 只有陶人跟大黄 而底当汤呢 水质盲虫都上了 所以很明显就是 底当汤 它的那个病 比较在于淤血淤的很严重 而陶和尘气汤是 淤血才少少刚开始淤 而 它有很多的热在那边 所以 热很多 掺杂一部分的淤血 这样是陶和尘气汤在做的事 热已经很少了 但是淤血淤得很严重 这个是底当汤 所以病激我们先这样分出来 我们再来看主政 他说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人在 卖为而成返不结胸 其人发狂者 好 太阳病呢 这里他说六七日 我们知道一般张众简余法 六七日就是一个周期 我们一个病 差不多病一段病程 是六天到七天 而他的表证人在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刚感冒的时候啊 什么有点怕风冷啊 之类的反应还在 其实这个表证人在的意思呢 他只是在 以六金的一种思路 去标示说 他的邪气 还没有脱离太阳区块 这样的一种标示 好 那么邪气 还没有脱离太阳区块的人 他的脉 就是服脉才对啦 对不对 可是他偏偏他的脉 不服了 反而 维而成 就这个脉呢 消缩下去了 细细的 小小的跑到底下去了 当我们遇到一个 太阳正都还在 可是他的脉却缩进去了 那你就会 有几个可能性要思考 第二是 这个人的邪气已经 内陷到三阴京去了 陷到少阴 太阴 绝阴去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脉就会小下去的 都浮变成 可是 表证还在啊 所以 好像 就比如 那个怕冷啊 什么那种 怕风的感觉 跟他 六七天前 刚感冒的时候 是一样的 所以 整个 主阵框 并没有太大的遗转 并且 看起来还在 太阳经 可是他沉进去了 所以他就可能是 有了一个什么 太阳经的理症 那么 太阳经的理症的话 我们一般就说 五菱散症的这个水路 不通也算啦 那这个 陶和尘气 或者抵当汤的这个血 不通也算 这些都算太阳区块的理症 那当然 赵总结后面有解释说 是因为太阳经的这个 邪气 淤在里面 才会 才会这个 所以才会造成淤血的 所以还算是太阳经的病 那至于这个病 到底是 守太阳小肠 还是毒太阳膀胱 这个我们就 姑且不论了 那张重景 打到这个人的脉 沉下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 这个人有没有结胸 结胸病跟淤血病 当然 整个阵型是蛮不一样的 不过 在这里他提到这个脉呢 以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讲 我们大家就要跟 就是要跟这个结胸的脉 稍微做一个分判 结胸病呢 它是这个人的 这个从胸口到腹部 比较典型的 就是这个地方 整片呢 那个皮肤都是不能摸的 你摸它会很痛很痛 而这个 一摸就很痛很痛 是什么意思啊 是你的皮肤底下那一层啊 全部都沾满了 热痰 所以一碰的话就受不了 而这个热痰呢 古时候以病基论都叫热痰 而现代的人 拿现在的症状去 一些病症去对应结胸的时候 认为说结胸其实是 现代病里面说的 弥漫性腹膜炎 就是你的肠胃啊 有个地方发炎 然后发炎发炎 变成好像有个脓包一样 然后那个脓铺一个破掉 然后喷在你的腹腔里面 那腹腔胸腔里面全都是脓 脓是烧掉的细胞嘛 对不对 所以在中医的归类 竟然就放到热痰这两个字里面了 然后这样子里面都是脓的时候 那个痛的状况 不能摸的状况 就是 大献胸腔的那个主阵的那个样子 而张宋景呢 把这样的一个结胸病 也放在太阳边 说这也是感冒 当我们用今天的西医的框架 来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 好像有点扯啊 为什么是感冒 可是你想一想啊 从前看的那个 从前我看那个朱木通一案啊 连盲肠炎都是感冒 对不对 就盲肠炎 绝因精病啊 对不对 那如果是手足绝 还卖细语绝的人 那就单归四因家 无助于生姜汤 吃了就好 所以 即使是肠胃在发炎 也有可能是你感冒里面 有一些邪气在那个地方运作 导致某个位置啊 发生一些病变 所以 它如果是献胸汤的话 你要想啊 它的这个邪气在肠胃里面 找到一地方聚在那边 然后变成引起发炎化农的反应 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的中焦的脉 就比如说冠脉 对不对 它从一个太阳 它从一个表震开始凝聚成一个理震的时候 中焦的脉 你就会把到理震的脉 就会开始沉下去 对不对 因为理震的脉一定比较沉吧 可是呢 如果我们用附魔炎来讲的话 那个化农的地方被挤破了 那个农喷的整个腹腔都死 那这个时候它会是什么脉下 劫胸的脉 我们比如说张仲锦有说 劫胸的脉是寸脉浮官脉成 就是官脉是在发炎 所以它集中在里面 可是农喷出来整个胸腔都是 所以胸腔那边脉是鼓起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很特别的官城下去 寸反而浮起来 这是一个肠胃道的那个 浓啊 喷到这个 这个腹腔胸腔里面的一个结胸脉 而张仲锦把到这个脉 成而为而成的时候 以那个时代的张仲锦 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代的人要那样子肠胃道 就因为感冒而发炎并不容易 可能汗炒的时候有吧 那把他这个脉沉下去 就会觉得 看他的这个寸脉什么时候爆开啊 爆开就变结胸了 结果没爆 那这个不发蛋跑哪里去了啊 这个邪气砖哪里去了啊 可是呢他不结胸 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症状 是发狂 于是呢 发狂当然有很多原因 对不对 太热也会发狂 淤血也会发狂 这个地方张仲锦用发狂两个字 我想发狂跟儒狂的差别 我上次讲超级成绩的就有讲嘛 就是到儒狂的程度啊 骂人归骂人啊 还认得人 讲风话归讲风话还认得是谁 那到了发狂的时候就已经超过这个标准了 就直接在那边在房间里面跑来跑去 开始唱歌啦 开始打杂东西啦 开始上屋顶啦之类的啊 就这类的活动 就是已经完全失去理性 这样的话 比较是 就是称之为发狂 那张仲锦说这是因为啊 他有热淤在下胶 所以才会发狂 他说那张仲锦就讲说 那你要辩证很简单嘛 就少妇当硬满 他就说这个小妇的地方啊 你按按看嘛 那一定是硬邦邦或者有压痛 因为会有压痛 所以那个人被你按的时候 不管他有风没风都会很绷紧的 那这样子你就会测试的出来 所以如果连桃和陈契汤正 附诊都按得出来的话 那抵达桃症就会更明显 所以基本上按附诊没有那么难 可是呢 张仲锦每次在辨别这个血症 血症的时候 他都还有一点龟毛 就张仲锦他会说 如果一个人的少妇满 少妇硬这种症状出来了 你大概还要看一下 他的小辩是不是通畅的 因为同样是少妇满 少妇硬小辩是不通畅的 那他这个少妇满硬可能是膀胱很脏啊 可能是五菱散那条路子的所谓的 气化机能的问题 蓄水的问题 所以张仲锦都会拿说 都会拿这种说法来辨别 就是说有尿的是血症 没有尿的是水症 这样子的分法 可是大陆在处理伤害这个议题的一些老中医就说 其实临床上面蓄血跟蓄水有可能是并存的 也就是张仲锦说的这种黑白分明的二分法 不见得是临床上的唯一 像郝万山先生在讲伤寒论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有蓄血的症 他同时也尿也不好啊 所以就什么桃和尘气跟五菱散一起开啊 他就两个都痛 他说尤其是一般那个什么 膀胱发炎啊 或什么之类的病的人 他到发炎到后来 那根本就是同时也蓄血 同时也蓄血 所以张仲锦的这种分类法 固然是临床上重要的指标 但是临床上面呢 有的时候遇到的是混合的阵型 那那个时候就有两种 两种方子一起开就好了 不过 话要说回来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往往我们还是先打血再打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膀胱的气化机能 会因为淤血的去除而恢复 所以淤血去掉了之后 这个人呢 排尿机能还是觉得好像小便很不顺畅 怎么样 那个时候再来治也还来得及了 只是这样子来讲 但是以辩证点来讲 这里就好像张仲锦没有提到的 因为那个病人可能一开始就小便不太通 所以你就不太能够分辨出 它是蓄血还是蓄血 不过话说回来了 蓄血好像还没有听过发狂的 所以通常我们拿狂当作一个坐标点 张仲锦他会弄得比较仔细的话 可能是想要更清楚的说 这样子我就可以确定它是血症 不过今天灵状上这个东西都有一点混杂 所以同学也不用看到那么龟毛 他就说如果是小便通的 那这种病人呢 我们把它的血打下来就好了 而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以太阳随今预热在里 故也 他说这是因为啊 太阳经的这个邪气啊 传到这个区块 可能是膀胱小腹一带之后 他就热气淤积在那里 于是就造成了淤血 他就说这个地方用底 Downtown 那下面方记我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把这个下面一条一起解释了 他说太阳病 这个身黄脉沉洁 少富 易小便不利 这里我觉得 我们在记忆这条的时候呢 稍微要注意的点是这样的 首先是从上条到这条 底刀汤正的麦大概都不会很浮啦 所以就是都是沉麦为主 因为下礁淤血那个麦就 都会哪里塞住就麦像会呈现什么状态 所以通常麦都是沉的 那他这边讲的比较 明显里就是麦沉而结 就是沉在那边一坨 然后跳动不通 但我们一般论的结麦是有一点 跳动的不规律 不过这里的结麦 不见得是一般论的跳动的不规律 而是说我们的麦像本来就是一个 其实也不能说科学 而是一个非常 非常你知道就是 有点像是象征意义 有人用一个比较 比较听起来有点学术调词的讲法 什么全形 什么全项 什么系统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一个人在麦对不对 如果就像08都涨很多